網民集團旗下兩家餐廳 初瓦和響蠟 疑似是食物中毒案 有擴大趨勢 北市衛生局今天公布 又新增了四十個人通報 發生了嘔吐腹瀉的症狀 累積個案達到一百五十五例 衛生局今天也和衛福部的人員 到餐廳現場來進行調查 另外北市府的員工餐廳 府宴 則是被查出有二十件的食材 還有調味品過期 以及環境不解 遭到重罰並且解約 網民集團旗下 位於臺北市新門町的兩家餐廳 出瓦向蠟 疑似食物中毒案延燒 北市衛生局公布截至十二號 早上十點 新增四十人通報 發生嘔吐腹瀉等症狀 累積個案達到一百五十五例 衛生局指出十二號 也與衛福部食藥署及管署 到兩餐廳 進行腹瀉群聚疫情 流行病學調查 以釐清狀況 而目前只初步確定 在病人糞便檢出懦樓病毒 需等餐廳環境 工作人員手部等 檢體全出爐後 進行綜合研判 入屬食品中毒案 將以違反食安法 儲薪臺幣六萬元以上 兩億元以下罰還 法務局則表示四月二號 至六號期間 兩店總定位數為九百零三筆 用餐人數近三千人 亡品已提出關懷方案 消費者於四月十八號起 可向原店辦理現金退款 然而食安風暴也吹進北市府 位在B1的員工餐廳服宴 近期稽查被發現有二十件食材 與調味品過期 以及環境不解 以食安法開罰一百零八萬元外 也依合約規定 需繳違約金一百萬元 並終止契約返還場地 服驗餐廳雖然聲稱 相關食安狀況是前員工 即願報復所為 但也表示對市府的決定 會尊重配合 節評張志成 邱富財 才不夠懂 正能並且規定 提出 認同 中文字幕 李宗盛